ABC 美国广播公司门口进行示威 这次活动的召集人欧阳辽涵说 诉求有三 第一 要求ABC向全球华人公开道歉 第二 解雇坎蒙尔 第三点 我们希望ABC能够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审查机制 保证以后类似的节目和类似的言行 不在他们的节目里面出现 坎蒙尔上周在其加州的演播室外 向示威人群鞠躬道歉 我们不会再做这些 我非常抱歉 我会惦罪你或惦罪你 但有些华人认为坎蒙尔的道歉还不够 我认为他的道歉并不是完全的诚恳 作为一个负责的媒体人 应该对此最起码表示引咎辞职 我们设想如果是他的这种言问 面对的是西班牙裔或者是非洲裔的话 今天的场面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想广大的非洲裔的同胞 或者是西班牙裔的人 将会包围MBC电台 停止他们的正常工作 甚至引起骚乱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种族问题 曾获得法国人权奖的中国独立媒体人 北风目前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他认为坎蒙尔为冒犯观众所作的道歉 已经足够了 倒是要ABC建立审查机制的要求 会让示威的结果施得弃法 所以在我看来 抗议的主体 抗议的对象 抗议的形势 可能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说什么 播什么 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独立性的最佳的体现 刚才我看到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 建议美国的电视台 能够对言论的节目进行审查 然后播出 这个可能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是一件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我作为一个观察者 我会建议说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 应该用更宽容 或者说更轻松的态度来对待 甚至要用更符合美国人价值认同的方式 来处理类似的事情 ABC没有回应此次示威 活动照记者说 周六中午在纽约18广场 将接着举行第二场示威游行 美国其他城市和地区 据称也会同步进行示威活动 截止周五晚 白宫网站上要求停演 凯蒙尔脱口秀的情缘人数 达到十万两千三百多人 超过白宫回应所需的十万个签名 VUA卫视 参观 本媒报告